这个真的是 可能是我单独子 来个玩家请示范自己的身份底牌 5秒看牌 5 4 3 2 1 天黑请闭眼 2 3 3 4 5 5 5 6 6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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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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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一点时间想想跳身份啊 别跳虫了啊 过来 一号要请发言 接下头只 谢谢一夜 谢谢机械刘启航 然后感觉前面的话 我觉得12号更像一点 因为我觉得其实前面比较像两个 因为时给12发查杀的时候 7号是立刻退水 然后当时气跳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判定 他一定是或不是的 要听后面的发言嘛 但是时跳的时候 气立刻退水 我觉得这一点有点不太好 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像有点关系的 当然还要再听一下更新发言 而且时给7的好人身份 我觉得有点太快了 他直接说7是压跳的好人 那有没有可能 他是你的叉叉 7井上是一个大哥 给那个12发身份 所以我还得再听一下 然后我觉得你可能是 7也有可能是好人啊 但是我觉得10号玩家 不太像通灵师 而且11号也是顺着10 他去认7好人 我是觉得7的身份 就没有办法在井上 直接能给一个好人的身份 那么定义嘛 所以我觉得11那个点 然后也挺奇怪的 然后再听一下后面的发言吧 我就过了 2号再请发言 好难呀 但是我想请求一下 井上这轮站边 如果站错了不能算 因为他们不是说 那放逐环节 才算真正的站边吗 然后我是觉得 其实我是有点偏向史的 因为我开排名了 10号跟12号 我觉得他俩都不好 然后 其实我现在 其实他俩更差的 我觉得就是12号 然后就是12号 他比较有差 然后我听 9号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因为他7号跳了之后 他就秒 秒站起 给我的感觉 就感觉他不太像 一是不太像他好人的视角 因为比较笃定 二就是有没有可能是 9号 9号在后 因为7号给12号发了一个 就是相当于精神 相当于一个猎人 然后9号认识12号 以下觉得7号可能是大哥 立马就钻起那儿去了 所以我觉得会有这种情况吧 但是其实我10号跟12号 没有特别的分情 因为 说实话 我真的很难通过发言 捉到12号是狼 因为我觉得他的发言 真的都挺好 他每一次 他越是拿狼 越能骗到我 所以我就 我还是会再更新更新的 我还是会偏向于10号 而且10号给7号人身份给的 我觉得他有一点 不太像认识这个7 所以 我就没有什么可发言的了 我就偏向 放逐头票 再算我站边 过去 二航站郭小伟收到了 机械刘启恒 送来的大团圆留言说 赛道都是别人的 可爱美丽 是自己的 你就是你 聪明小郭冲 操作操作嘴大 谢谢郭小伟 谢谢机械刘启恒 给到二号家投资 谢谢 请上发言结束 吞水自爆环节 5 4 3 2 1 人都请上人家 10号 11号 12号 警察人家请做投票准备 3 2 1 请出票 4号人家投票给12号 12号人家当选警长 其他人家请亮蓝灯 昨夜 1号人家倒牌 请发表一言 挺好的 我是个好人 没事 然后就是我是个平民 然后不知道是把我奶穿了 还是说女巫 我想一下 我应该是被奶穿的吧 因为是单死 然后也没有 我井上没有听出那个 井上有 就是疑似女巫牌倒牌了 那可能是觉得 守卫觉得我是女巫 然后守了我 盲守了我 然后刀了我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是没关系 我是一个平民牌 我觉得好人还可以打 然后那我今天就结束了 然后站边的话 你们可以 就我是一个好人 站边的话 你们可以不参考我 但是我要站一个好人坑位走的 好吧 我绝对不设了 过了 1号加研究竖 受方技能 5 4 3 2 1 警长决定私走 或者发言 2号或12号 我谁发言 12号加谁发言 我井会留研2 你随便怎么发 你们把我投了 你们也赢不了 因为是双样女巫 应该是双样女巫 要么就是平民死 你们只要没有机械女巫 你们就输了 然后就这样 然后井会留研2 然后我很期待 小九腾 我真的不是压力 你说我一定是好人 如果这个边 你还能站错 那就是真的是自己的问题了 因为 就是我一定是好人 我跳的是通灵师 然后你听一下他的发言 其实你们后面都可以听发言 所以六七的票 因为我觉得应该不会倒狗吧 因为我说实话 我认为二十郎 因为你所有的发言 说的是十和十二都分不清 你句句说的是十四通灵师 字字说的十一是好人 你一句十一的发言都没听 你听过十一的发言吗 他的发言说我是大郎 我已经妥协了 我说我可以出局 最后一个出我 他说的是七压我机械狼的跳 我是机械狼 他给我发猎人 他怎么压我跳 你听了十一的发言吗 你可以十和十二 你分不清 对吧 你可以说你分不清 但你投十一 十一说我是大郎 他的意思是 我是狼 后面还有人要起跳 你们后面有人是我的同伴吗 一号现在是已知第一天死的人 后面就是你二号 你是不是狼 你不是狼 他说我不跳 那后面一死了 谁跳 单边通灵师 茶茶 我单边 我不跳 你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听发言的能力 所以我就验你 我第二警惠留验五 因为六七的发言 我能听 我为什么抢先发言 因为你们今天不管发出什么样的言 我都是归十一 因为十一是我的茶茶 我不想这么发言之后 他莫之为跳个女巫守卫 你们不敢投 你们就听他的发言 他只要敢跳身份 我相信好人的发言一定会比狼人好 对不对 我再说句男听人 你敢跳到二号玩家的身份 你死的还要快 所以你不敢跳身份 而且你现在不确定第一天女巫没有救 还是是双药女巫 双药女巫我说句男听听的 只要有双药女巫跳出来 你们甚至可以投我 因为狼死输 只要没有那个机械女巫 对吧 因为我不觉得双药会有双药 估计是奶穿的 但是不重要 他肯定跳不起首位吧 他不会说我第一天守了人家果冻吧 这个首位他跳不起来 他有本事 他敢跳女巫 我们就投他 因为他是反经 你女巫 你搞不清楚 你投完他 你甚至可以时和时而里面 不需要读 这种可以了吧 我退一万步说了 我已经用大家最基本的 能够听明白发言的 跟你说一下了 六七不验是因为 我能够他们的发言和投票 会告诉我他的身份 四是投给我 暂时做好 二号玩家警惠流 九说警商认我是好人 他变票 他就是狼 所以在我的世界 就是二三五 我二是拯救一下 第二警惠流验个五 没问题吧 这是我预言家的所有视角 我陷入的心入历程 我说得很清楚了 好吧 我是预言家 通灵师 我第一天验的十一是茶沙 第一天初十一 十一号玩家 请准备你发言我过了 警惠流二五顺厌 十一号的警惠流 因为一号玩家死了 我不会跳身份 对吧 因为一号玩家第一天死了 我不会跳身份 这可以接受吧 好人可以接受吧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我好人嘛 我跳身份我好人 对吧 我不会去盘 为什么十二号玩家 给我查杀 我这个哪个的 对吧 但是我一般不愿意去聊 汉条梁的爆点 但是现在 因为我没有足够的理由 去说服我是一张好人 那么我就去聊 只能去通过他的爆点 来告诉你们 他是张狼 首先他说的是 他是大狼 他是双刀狼 他可以最后一天出 凭什么 双刀狼为什么最后一天出 双刀狼不是第一天出了 更好吗 对吧 第二点 他这是 当然他井下聊回来 他井上一直在说 自己是大狼 大狼大狼 井下自己聊回来 说自己如果是张大狼 那么后面应该有小狼接引 不然为什么会是大狼几条 对吧 我在井上说的是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横竖是张狼 我说我说的不一定对 但是我是一个好人 毕业视角这么分析 我觉得七号玩家是个好人 他去给大狼发一张猎人 他是想把十二号玩家 这张大狼出在白天 因为十二号玩家 大狼他如果认了猎人 真猎人会出来拍他 也不会去出妻 一定是枪战 对吧 如果十二号玩家 是个别的品种的狼 他是不敢穿恋人衣服 对吧 十二号玩家最后退水了 他一样能聊得清楚 对吧 其实他是把十二号玩家 这张狼人牌 放到火上烤 这个罗继能听得懂吗 第三个 他说什么 验我一张亚手的牌 你们能这样 我今天没亚过手 我今天什么时候 压过手了 对吧 第一轮三八里面 我出了十三 虽然投错了 没有人投对 第二轮 我是个女巫 我投的是汉跳 我毒的是汉跳 我什么时候压过手 没亚过手 纯纯撩爆吗 对吧 我觉得十二那就是十二 你现在让我打狼 十二四 我还能打谁呢 我不知道 好吧 你现在让我打 就是十二四 因为我也不会去打外罪 没表过泰的牌 我是一个好人 我能表得谁就在这 而且井上 我也没有一定占名识 我说的是 十二号玩家是通灵 可能验的是个大狼 是个双刀 十二号玩家是汉跳 可能是小狼 大狼撞车 那么现在 我接了茶杀 我知道十二号玩家 一定是张真通灵的前提下 那十二号玩家 可以是各种 可以是大双刀狼 也可以是小狼 对吧 都可以 那至于为什么 七号玩家 要给一张狼牌 发这个 如果他是小狼 为什么要给小狼牌 发个猎人 也可以一样 也是把小狼放到火上烤 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因为真猎人会 他只要敢接 真猎人会出来拍他 对吧 他说什么 我们给七号玩家 好人生日给的 一号玩家说 我们给七号玩家 好人生日给的快 那你说一号 七号玩家是狼了吗 你也没说 对吧 然后他对着九号玩家说 九号玩家这个边 你还能这样子 他怎么知道 九号玩家是好人 九号玩家如果 在你眼里 九号玩家站边时 九号玩家能不能是狼 九十十一 能不能是三个狼 就去处处聊暴 还要我说别的 对吧 也说不出别的来了 对吧 但我告诉你们 我是一张好人 十号玩家是生童林 今天就把十二头了 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这个板子真的没有禁言长老吗 我能不能申请十一号玩家 被禁言 你不如不发言 我跟十二去打就行了 你可以不发言 对吧 你觉得说你们就听十十二的发言 就可以了 十二号在我眼里一定是小狼 如果十二是大狼 一二里面就要开原始汉跳位 二号玩家要站边我 一号玩家现在死了 果冻如果你是个好人 你在外面看 你也在外面听 我跟你说的 我为什么警上直接认七 比较是好人 因为十二是我验的查杀 如果七给十二抱的是猎人 十二只要敢接这张猎人 外置卫一定有一张真猎人 跟他枪战 他是查杀 他的枪里一定没有子弹 他只要出了局 狼队格式就一定崩了 所以七放手 我觉得七有可能是 炸十二身份的那个 就是想压十二跳的 装狼枪的好人 所以我给了七好人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吧 嘴大的发言 十二不是的原因 有两点 第一点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他说他验了十一 是一张狼人牌 对吧 那就不说他要 那个博你们心态 打你们力度了 关键是十二说 十一是个狼 你就别跳 什么跳身份 跳这个跳那个 他说二是狼 他又说十一会跟二 跳重身份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十一是一张大狼牌 对吧 听发言感觉十一 不是很见面的样子 大家都听得出来 他从来没有盘过 十一张大狼 最关键的原因是 在十二号玩家眼里 从来没有七 他眼里七是什么呢 他是通灵啊 七给他发猎人呢 那七是什么牌 他只字未了 他拿什么当通灵呢 我无所谓啊 十一 嘴大你是该跳身份的时候 不跳 不该跳的时候 你就乱跳 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东西 这把你死了 你就全责 你十二的发言好吗 我觉得不 比起他前两把男狼发言 我觉得还是差一点的 他的发言不好啊 我希望大家 哦 徐姐在我眼里 我说他是好人 就是在骂他 我不是说 哎呀就当你站错边了什么的 如果你是好人 那这把不如十二人上街 起码狼 拿不到警徽 多不了这零点五票 好吧 徐姐在我这就是狼人 我在验他以前 他在我这的底牌 就是狼人 都行 然后 今天把十二出掉 然后我验谁 我自己看着办 我希望如果后之位的 有好狼我不管 如果有好人不站边我 我希望你们拿出逻辑和理由来 不站边我 不要说因为觉得通过猜发牌 觉得我上把试 这把不是什么乱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好吧 今天全票打费十二号玩家 徐姐在我这验之前是狼人 外之位的我一张都不知道 我认为一号玩家是为男死的 如果他是狼 我觉得他可以跳个什么盾啊 什么女巫之类的 我个人揣测 因为我觉得一号玩家 我反正我拿女巫 一死了 我肯定就 我过了 我肯定要为十号冲锋了呀 那个首先 就发言上的 十二说 一死了 是还有双药女巫 这个视角是怎么开到的 然后十二号说自己是钢板 验的十一茶沙 所以自己是钢板 这顺序不是因为 先他晚上验到十一 白天发十一茶沙 他自己聊出来这个东西 就很像 白天为了薄力度而发的茶沙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十号玩家 大家觉得是大狼还是小狼 是二号玩家 因为咱俩站在同一个边 我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井上 我是真心觉得七校好人 但是我没觉得十二校好人 我只是觉得七不是狼 他可能是亚跳的好人 跟通灵师 十二号玩家 我只是顺水推舟 认下他十二 我都甚至觉得 其实井上 一死好人 要骗十二穿狼 小狼穿枪的 我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的站边 肯定是十号 因为我认为七号 你看 因为十二号那个位置 他没打 七号是那个 跟十号一定是 两小狼或者怎么样 他说看七号 井下的站边 在确定七号是不是狼 那我是问一下大家 汗跳的时候 在他如果是个汗跳 在他视野里 他跟七号 是什么样的狼队阵型 在七号给十二 发了个猎人的情况下 十二在他 如果他是汗跳狼 十二是疑似猎人 他给猎人发茶沙 是不是 那除非是打板子的 夜里十号要起跳 七十为两小狼 七号说 十二是通灵师 我们做一下身份 罗汉跳一下 这不是太冗长了吗 所以说 七十一定是不见面关系 对不对 因为七跳完 十跳了 且给十二发 杀杀七退水了 七十不见面 那七可能是大狼 那七是大狼 十如果是小狼 跟七不管是七 是亚跳好人 还是大狼 都是不见面的 七发了十二是猎人 那在十号 如果是狼人的视角里 七号可能是大狼 可能是通灵师 他怎么敢给十二发的 查杀呀 十二是在他视角 是疑似猎人的 对不对 这是查验方面的力度 所以我钢铁站边十号 我认为站边十二号的 四号是狼 一号出去了 不管是啥出去 他站边十二 疑似狼 十一号呢 只能是反金 这是逻辑方面的 我自己盘的东西 因为我认为 他给十二发 查杀 在前这位 有人给十二发 疑似猎人的情况 他给十二发查杀 力度就报告 因为没有狼人汗跳 会尝试给一张 疑似猎人 发查杀 如果他真是猎人 不但交了猎人站边 就算投出了猎人 还不丢轮次 这是血亏的 好吧 然后我是好人 我认为十是通灵师 十一是反金 且是好人 所以我今天要投十二号 过了 八号人家进发言 是这样 我这轮听十一发言 确实是不太好 但是因为上一发言 还是要听十跟十二的发言 我觉得十的发言 给十一好人身份 稍微的思考量 我认为少了一点 不能给一定 因为十一发言并不好 你自己也说了 不能给十一一定的好人身份 而且我觉得你进四的视角 稍微慢了一点 但是十二号玩家的发言 它锦上 我个人是一直在等 就想知道 为什么十二号玩家 能搏杀到你 因为七退水了 在你前之位是有七十两张牌起跳的 七号玩家给你发了个猎人 十二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为什么敢给你去发杀杀 有没有可能 十二号玩家是那个机械猎人 因为他知道七号玩家发错了 在他视角里面七是那个小狼 所以他给你扣杀杀 我是有这样的思考量 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 你也没告诉我 怎么搏杀到的你 但是因为七号玩家如果是个小狼 假设 因为你在井上你是明确说了 你说七如果不占面你 他就是狼人 你就说七十十一是三个狼 如果七十是两个狼 十号玩家都找到了 你十二号玩家是通灵师 那么七号玩家肯定也能找到 你十二号玩家是通灵师 他就不可能在这个位置给你发猎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 十二号玩家 井上思考量少了一点 我其实是有点想站实的 有点想站实的 因为十二号玩家 除了对十一的一顿输出 说十一一定不能跳 他对于后置位的一二的敌意 其实是偏少的 因为他是等同于七号退水 他被搏杀到了 因为我也不一定站得对 我还会再听一听 然后我也再想一想 我觉得九号玩家 他的视角跟我其实差不太多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七跟十的关系 十二号玩家对七的定义 我不太满意 我可能会先站实的边 再听一听后置位的发言 过了 七号战士发言 这盘有什么可斩变的 就初十一不就完了吗 十一号的发言 不就跟这狼人一区别吗 他凭什么不跳身份呢 他是张神牌 他是猎人他得跳吧 他是张女巫 是张守卫 他一定会跳 因为他能跟外之位的那张守卫 或者女巫对信息 因为一号玩家第一天死了 所以我们知道 十一号底牌一定不为一张神牌 对吧 那他底牌如果是好人的话 他是张平民牌 平民牌更得跳了 一号玩家不说自己是个平民走的吗 一号玩家平民走的 你是张平民你肯定跳 你再出局了 这帮好像输了呀 对吧 那你不跳身份 你说我不跳身份 那么就认了 无脑投十一 无成本投十一 那就出十一呗 我认为十一号怎么着都可以跳身份吧 你要说一号玩家没有底线出局 我们现在没有人能知道守卫啊 女巫啊这些信息 那你说你不跳身份 你可以 那像这种情况下 首先你是神牌 那你就得跳 而且十二号已经把你路封上了 对吧 你到你这个位置 你不跳身份 你就认出了 那你就走呗 这是对于前面你们分不清原家的 就分不清通灵师的这种情况下 而我认为 我觉得十一号了 我会出十一吧 然后后面你们再看看呗 好吧 我今天出个十一 好吧我过了 最后呢 其实本来在我一开始的想法里面 你知道我对七十十二的我的理解是什么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想的一样 我当时想的是 十二可能会是通灵师 然后七号眼睛是压那个十二的跳 然后让十二去 以为跟他打配合 打完配合之后 七号眼睛跟十二眼睛 我觉得是两个小狼 然后外面的猎人会起跳 去拍十二 让十二哑口无言 老大想的是那种 不知道你们能懂 就七跟十二在打这个配合 但景夏现在七号眼睛是要投十一的 反正你是好人 你是盖茨 如果你是好人 你肯定得跳身 你凭啥不跳身份 是这个道理的 因为七号眼睛管他体牌是啥 他把道理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上一盘你都让果冻去跳身份 你明明知道什么时候该跳 什么时候不该跳 你也知道上一盘 果冻那个不跳身份是啥身份 第一局 我是愿家那一局 果冻是啥身份 果冻是狼 你这盘你是啥 所以不管谁是通灵师 你都是那个狼 所以八九还是八号眼睛 是聊那一点 我觉得十二哑唯一发言的毛病 就是我觉得就该去质疑十一号眼睛 但是要保持说 今天不管你们认为十一是不是个狼 但是今天我是个通灵师 我们投是投十二 但你的发言让我觉得你在 你有点想保护十一 这是你发言的问题 好吧 然后其他的话 我觉得如果七号眼睛是一个好人 如果七号眼睛是好人的话 我觉得后面狼很少了 那边全是狼 我觉得八九十十一 四个甚至十一有可能会是大狼 是不是我不确定 这是有可能 而且十一你有一段发言 你是硬掰 你说十二双刀狼 什么他最后一天投什么的 你明明说的是今天 轮次约十给十二发达莎 十二给十一发达莎 王成龙不知道这个东西吗 然后你们俩都不约而同的对四号玩家的视角 近的特别特别的晚 虽然你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 攻击四号玩家为一张老人牌 但你们都是很后面很后面才聊到了四 尤其是十号玩家 然后我应该会投十一 然后过了 我换你了 四号玩家 最后一把了 今天 其实我觉得狼可能是六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首先十号玩家你一直在强调一个点 你觉得七号玩家是一个压跳的好人 他是个压跳的好人 就比如说七号玩家 他给十号玩家发了个枪 十二号玩家发了个枪 首先十二号玩家是张小狼 那他有这个位置 那不是玩十二的命吗 因为十二如果底牌是张小狼的话 他一定没有这个枪 那他是认还是不认 再有第二种情况 他是一张机械狼人牌 换句话来说 我觉得你抛弃出来七给十二压跳 我觉得是压不住的 因为他给他发的枪 如果说七号玩家给十二号玩家 发一张平命拍的话 那可能十二号觉得 七号玩家可能是个大哥 可能因此十二会引下去 但是给他发的是枪 所以我觉得十二他如果是狼的话 他一定会不认 或者说一定会怎么样的 所以通过这一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太是 还有一点就是 你一直说十一的发言不好 十一的发言不好 那有没有可能十一是一张 你因为你抛弃的点是十二 是一张小狼嘛对吧 那十一有没有可能是一张大狼呢 因为他是个发言很差的大狼 对吧 你也没有盘 就是你觉得十一 他就是一个发言很差的一个反向金 所以通过这些说法的话 我真的去很难去站你的边 然后六号玩家为什么是狼 因为刚才我听到 他突然说八号玩家怎么怎么样 然后最后一点的狼 可能你又有八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想惦你啊 九号玩家 让我感觉他有可能 如果他是狼的话 有可能是那个机械 不知道是枪还是那个盾啊 因为他不怕死 非常不怕死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站的对不对啊 今天最会吧 然后反正我是觉得十号玩家 开的那个视角 关于七的那个视角不太对 那现在基础逻辑就是 你十和十一都认 七号玩家是个好人 那七号玩家说要处你 那你说这个怎么弄 对吧 然后十的发言就是 我一直在想 在他的视角里 为什么能开出七 是压跳十二的好人排 可以有 但是十二我觉得 不一定会被压住 但我会再更新一下发扬 因为其实全职位 大部分人都说 要想占别你识的 所以我这个最会把了 我也想稳妥一点 然后十二号玩家 他说紧回来要验我 我听听你吧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你这轮是盘逻辑的好吧 我觉得你一般盘逻辑的时候 真的很像你拿铜铃尸的样子 别的就没什么了 然后再听一下 后主意的发言吧 然后我就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景上我觉得十发言还好 但十一的发言得是狼 因为十一号玩家 今天玩的游戏都不是狼沙 他今天玩的是研究带视 他说带视今天给十二 发了一张猎人牌 十号玩家一起跳 带视就退水了 所以王宝宝是狼 为啥呀 王宝宝话都没说呢 你说反正今天 不管十是不是通灵师 十二一定是狼 十二就算不是狼 是个机械狼 那你十是十二的狼同伴 十二还得是狼 十二还没说话呢 你就说十二是狼了 所以我当时觉得 十一号玩家发言 景上发言特别开视角 所以十二起身 给十一发叉叉的时候 我就想沾边十二 真的呀 大家回忆一下嘛 十一号景上的发言就是这样 反正不管是 你十二是个什么狼 你就得是狼 也不知道为啥 反正你就得是狼 景下 十一号玩家不拍身份 十号玩家说七是一个好人 那七号玩家 今天的发言是初十一 我唯一有点 当时有点害怕的是 万一十二是那一张小狼牌 十一是那张机械猎人牌 那这是我们唯一要担心的事 但是因为十号玩家 你如果是通灵师 你说的是七是好人 七号玩家告诉我们 今天可以初十一 那么我就会认为说 十一只能是那一张小狼了 不太是会一张 是机械猎人牌了 前周围八九的发言 我倒没觉得八号玩家 特别像狼 所以六号玩家 你点八九十十一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发言挺刺激的 所以我觉得五点你的时候 五比较像那张好人牌 你多少还是要近一下 后知会这张二吧 因为二是景上说 说十二不好的 你直接在前周围 把狼坑八九十十一点死了 我是觉得这个行为 有点不太好的 我个人是不太会想 一定要去把八九 一定点进去 再听一听呗 我个人是比较想 早上说 leuke噪 我是个好人 过了 张 interviews 健身 显 JAMES 后头预防 第一把果冻没有拍的身份 不是成功的活下来了吗 活得哪哪都是 这把嘴呆没拍就得去死 那就是肯定是你有问题嘛 对吧 因为你玩的肯定不是自己个儿的命呀 你看一般茶沙的 大家都是说通理师或者预言家 说你玩的是人家茶沙的命 结果你作为一个茶沙 反而让大家不想站边时了 这又是何道理 所以就算定时一位铁郎 11号玩家应该不为10号玩家的队友吧 他都聊成这样了 然后把自己的辛苦跳的队友给垫出去 那不是太夸张了吗 对吧 所以我可能觉得好像是更像一点 12号玩家其实 12号玩家是聊过期的 他说7号玩家如果景下呢 跟我站边就怎么怎么样 他有聊过这一点 但是正常来说 景上应该开不出 7号玩家景下会跟自己站边这种视角吧 因为明显他更像跟10认识 7号玩家跟10的操作上来说 不就是干你12号吗 没有理解 但11间肯定是要出局的 头11我是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 必出 怎么不跳身份呢 你看你不跳身份 所有神派会觉得你跳了他们的身份 所有名派也会觉得你跳了他们的身份 全世界都觉得你跟他们对调了身份 这没毛病嘛 所以出11是铁的 法上钉钉出11 小郭 你景上说12的发言 是狼把你骗了好几轮 然后这一轮你要站10 对吧 那证明这一轮他没有骗到你 是不是他更像通灵师一点 对吧 2号玩家 别的没了 肯定出11 货掉 2号的其他人 不到啊 反正我这把要是好人 12号是预言家 你可怪不到我 你上一赛基金条我都是 都应该能有我的一半 要不是我某某站坐边 然后你那个啥 谢谢小语 谢谢路卡斯 谢谢机械刘启恒 谢谢下架 然后谢谢路卡斯 然后谢谢下架的好几个头 其实我比较想不明白的一点 就是 其实我当时觉得 10号是预言家的那点 是因为10号 他给的7是一个好人身份 因为如果10号是一个狼的话 那7 7不认识10 那10肯定会下意识 必须要把7号打为狼 所以我觉得10号 说7号是好人 给出来的这个东西 我会觉得10号有点偏向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大家能不能明白 然后你看现在7号 说出的就是11号嘛 所以 我肯定是想出11的 因为我找不到 10号如果是个狼 那得是70双狼 那70双狼 12号也没有说7号是狼 因为在12号的视角里 7号有一点点像 为10号退水的 而且7号是给一个 通灵师发的猎人 你肯定也会觉得 就是肯定 多多少少少会聊聊他嘛 所以我就会觉得 因为我 要不然12号一会儿 帮我解释一下 我反正就是这个想法 我真的是觉得 10号如果是一张狼的话 他不认识7 他应该在那个位置上 直接把7打死 不会那么快地 给7个好人身份 但你却 但是你也没有说 7号是狼嘛 所以说 就你如果是愿家 你应该打70双狼呀 你还是说要去看看 7号的票 所以我就会觉得 10号偏像一点嘛 但是初出11嘛 因为7号他现在 也说要出11 因为我 我其实边没有太乍明白 但我觉得 出11就行嘛 然后我就滚 做玩家发言结束 警长请归票 11 8PK 警长归票 11号 8号 平票 PK 警长票 变为1票 观家请做投票准备 3 2 1 请出票 2号 4号 5号 6号 7号 12号 投给 11号 6.5票 3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投给 12号 5票 11号 加6票 出局 请发表一件 就是现在这个游戏 怎么玩成这样了 我不跳身份 所以把我投了 我是个好人 也赖不着自己 赖不着你们 因为我没跳身份 就这么玩了 现在开始 不是我不跳身份 我是不是提前说的原因 我说因为1号人家死了 1号人家大概率是让好人死的 我才说了我不跳身份 对吗 是不是有这个前提 对吧 那我现在跳身份 我是个双刀狼 我学了12 女巫能站队变了吗 我现在可以跳 我是个双刀狼 我学了12 能站队变了吗 女巫 能不能把12读了 我没懂啥意思 为什么一定要跳身份 就投我们 那个3号人家自己也说了 1号人家第一局是个狼 没跳身份 有一票 他脑袋上有一票 因为他没跳 他是狼没跳身份 他不用知道 我不跳身份 我是好人就得出局 不讲道理 对吧 我聊得很清楚了 他要怎么盘 4号人家你就一定是狼了 你说什么 我井上是研究7 7是不是有动作 7给12甩了猎人 他是不是井上有操作 什么意思 我当看不见 7号人家这个猎人 给12这个猎人 没甩 我不用盘了 对吗 这句句报废吗 这个边还能站错 没懂 小郭是 我站边10 但我投11 反正你 你站边10和投11 你总有一个是对的 对吧 你总有一个是对的 对吧 这没法玩 对吧 因为1号人家 他说他身上平民 因为男子 我是个平民 我不想跳平民 对吧 我想去可不可能去躲这一道 对吧 当然因为现在没有一文 因为六七带狼 对吧 是吧 因为六七带狼 所以无所谓 那个什么 就狼太强了 是吧 教教我站边 可以可以 对吧 你没必要呀 你砍了果冻 还在弄我 几点了 反正我能问一下 行了行了 好吧 这个边能站就站 站不就拉倒好吧 我能点的狼 我觉得六七十二 还有一张狼 小郭说实话 不大像 就是四吧 四五里出一个吧 好吧 四五里出一个 不重要了 这也不重要了 因为狼肯定赢了嘛 过了 11号将延迟数 射方技能 5 4 3 2 1 天黑性变 各位大目老师 我们马上要开始 我们下一个 来自我们七镜的福袋了 然后呢 大家记得下载一下 我们下方正在谈出的 这个卡片 这款游戏叫做七镜啊 然后占用内存非常小 下载速度也很快 挂机一天 就可以升到100多集 尤其是留存号两张截图 一个是在桌面上 有七镜游戏的截图 一个是在游戏当中的截图 稍后靠待我们导宝老师 发送出来这个福袋之后呢 就可以点击参与一下了 如果你是那个 唯一中斗币的 信员宝宝的话 这一次我们为各位 准备了一个平板 大家转眼先下载 一定记着 如果你中了那个福袋的话 一分钟之内 把两张截图私信到 我们这边大家的后台 就可以对讲了 大家转眼下载 天黑请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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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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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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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发言的时候受到一些很难受的一个感觉 我就很难 很难 我很爱十二 所以我就没法说 我就只能头一头 头头看 然后看了票行 我感觉好像没有站错吧 因为好像是 但是我很好奇十二最后归的81PK是啥意思 是想让我觉得很混乱 很像通灵师吗 这是一个什么招数啊 这是一个 这个招数很多人都用过 但是感觉应该不是 就看一下呗 好像是十二印的二嘛 对吧 二如果接查杀的话 我应该没看错 每次没了 大家第三码肯定都很累 我呢是因为前列码很累 所以第三码自动累了 本来没有那么累啊 应该是 你看五号玩家你说你的朗坑是六九十十一 那么六号玩家在朗坑里 六号玩家打的是什么呢 又是电飞 又是电飞 他投的是十一啊 所以你打出这个狼坑 六跟九和十十一 为什么会是队友呢 我是不理解的 上一把是没说啊 这一把问问你吧 啥意思 你觉得六十狼的话 对玩家也投的是一 大概率这把是冲锋吧 别的美了 听一下十二和十的发言 给我掉 二号在十八言 那他给我茶沙 我就是战队变了呗 我是一张平民牌 我肯定会跳身份 因为没法 因为嘴大他不跳 他要给我丢茶沙呀 现在 而且现在他现在拿的是警辉 我不可能 我跳个别的身份 我不跳身份 我不跳身份 他更有理由归我了呀 所以我只能跳 跳了呀 然后 天天后面的发言吧 那可能真的就是 四六七十 不是 四号死 那可能就是六七十二吧 然后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我真的是 纯纯闭眼视角 我能 我能分清十号原家 就是已经挺不错的 因为我现在还比较混乱 他给我发茶沙的话 我肯定是 就是知道我站队变了嘛 然后 那就是六七十二 然后我就 不得发言了 我就过掉 十二号再请发言 八茶沙 验三 然后那个 我跟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大家坐在这个桌子上的时候 能不能稍微补习一下狼人杀的知识 我是有警辉的 十一是我茶沙 我八十一PK 不就验八吗 这是 一个最基本的狼人杀玩家 能够知道的一些事情 然后 至于三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你 就是你说 我说你是好人 你说 他是我的狼同伴 他给我茶沙 我狼同伴倒沟 我第一天 把我倒沟狼 丢茶沙 然后 狼可以质疑我吗 狼 他能发言吗 狼说 他说 我愿家 谈一下 为什么他能茶沙到我 我验的是十一茶沙 七号玩家什么身份 跟我有关系吗 他是狼 他投我呀 他是好人 他会投十一的呀 我验的十一茶沙 我不知道大家玩游戏 到底评价一个人的身份 是怎么给的身份 狼人杀人 双妖女巫高于一切 对吧 接下来是守卫 预言家 最后是猎人 对吧 那个 好人出人 茶沙高于一切 对吧 然后 没有狼的板子 就是出茶沙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 我是双刀狼 他压我的跳 我怎么 我怎么被压跳 你教教我 你们现在小郭不是狼 他是那个 他是死掉的好人 而且你们就是 最基本的一些认知 有没有 第一天 一是被我们杀出去 奶川的平民 这个是被我们扛推的平民 四是我们杀的平民 我们现在四个狼 带机械狼 就杀小郭一个平民 你好意思说 我不是预言家 真的有一些些离谱 行不行 我验三号 然后出一下八号 就像我现在茶沙 大过于一切 我不会去出十号 你听一下十号玩家验人 听一下十号玩家抱的狼坑 四号玩家都死在晚上了 他打的狼坑是六七 四六七十 四死在晚上了 你说我不是预言家 能不能稍微听听发言 你井上说的那些东西 我跟你解释 我怎么跟你解释 姐姐 对吧 我井徽六八十一 不就是初十一验八吗 这还需要解释吗 你说我验的井徽六十二号 你听一下汉跳发言 那我们四郎 你确实不应该调身份 我们四个狼围剿你一个平民 三十秒 至少你要知道我们有女巫吧 女巫在我们团队吧 守卫肯定也在 那四死了 他们这个团队会不读六七十二 先把四读了 有些东西是 不是通过逻辑 是这种东西 你们说的那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都是自己想的那些东西 你知道吗 我走入不进你的心里 你说我狼 拿狼就骗你 我没有骗你 我都跟你说 那个逻辑是不是对的 他说我是大哥 那原始起跳位是谁 一号玩家死了 是那个狼问我的 那个逻辑 不是强强在那边 他怎么找到我是渔家的 他需要找 他给我丢的是猎人 他给我发茶杀 反正骗不到 我是猎人 我起跳 他狼图漫补 我也就好了 这需要那么多逻辑 别的没有什么 我出八号 景辉留验三 十号呢 你们也没有必要 演成这样子 我验的五十好人 十二号玩家 完全就是诡辩 他说女巫是站边他的 没读他 那我还说 女巫是站边我的呢 没读我 那女巫站边 你不就把我读了吗 这都是不存在的 我想请问一下 我是个狼 十一是我狼队友 七 我不见面 两张白牌 七给十二发了一张猎人 我说不行 我今天必须给这个猎人 发出一张茶杀 我是个狼 四号玩家 为什么死在夜里 小郭的底牌是平民 对吧 我给你一刀 好不好 你死不死啊 二起码不在狼坑里吧 四留着 我还可以给你们点个狼坑吗 四六 什么七十二 这都闭着眼打的牌 那嘴大这么玩 那我也没办法 那我能拿它怎么样呢 再换句话来说 一号玩家单死 昨天是不是一号玩家单死 一号玩家死了以后 大概率是不是被奶穿的 咱们都是心知肚明的事 十二号玩家 硬在那装闭眼 说 哎呀 那我 我什么双样女巫 那不可能有双样女巫 咱那不救果冻的 大概率 是有 就是一号玩家被奶死的 嘴大 屁事不干 他给我跳张盾牌 行不行 他给我跳张女巫 行不行 他拉拉轮次了 这都是不存在的 嘴大有他的想法 我控制不了他 我也改变不了他 十二号玩家说 狼杀基本规则 他规的十一八 是说要验八PK 那这个顺序 江湖规矩 他是 他是通灵 我是汉跳 八是我队友 我自爆 给他一刀 八号玩家 谁盘得到 这个顺序 不是二叉叉 就是八斤水啊 你盘得到吗 你们要是能被 这种发言都骗了 十二号这都出不去 我接受不了 我也理解不了 六号玩家 是我听的狼人 这个就不用说了 那七号玩家 是什么狼啊 或许还有一种 非常非常好的情况 十一号玩家 就是个狼 他们大小狼 叉叉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是最好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 几乎是没有的 因为其实我解像 我有个逻辑 我可以盘 十一号玩家 盯着十二号玩家 暴打 说十号玩家是通灵 你有可能是小狼 十二号玩家是小狼 你就是大狼 就是大小狼撞车 那我也想 十一号玩家 有可能就是学了 十二号玩家的机械狼 他是双刀狼 他知道十二是狼 他就等于打得给我暴打 但是没有用 我不说这个话 十一都出局了 跟朋友 如果我说了这个话 那十一号玩家 也有可能是我冤枉的好人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没有验过他 我不能探知他的底牌 我盘六是狼 十二是狼 一七十一里面出两个狼 外之位都是好人 就这么简单 今天把十二飞了 我都不说我要外搂这个六 我今天把十二飞了行吗 陈俊杰老师 好吧 别的没有了 我今天一定投死这个事 他这种发言 你们还投不死他 我是接受不了的 你们不要单听嘴大的发言 能不能听两个通灵的 通灵的发言 好吧 别的没有了 还行 五千四接了个茶沙 我过来 九号你叫请发言 我是好人啊 我是好人啊 八十 我怎么点的两边 哪边都少个狼呀 八十十一 那只能把一塞进狼坑了呀 六七十二 哪边都少个狼呀 三五 我觉得他不太像狼吧 哪边都少个狼 那就三十狼 三八十十一 这样的狼坑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四单死 很奇怪这种情况 因为女巫也没 守了个平安夜 女巫独了四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也 那我不知道呀 我是好人啊 我再听听吧 我不确定我自己一定一定站队啊 别的没啥过了 八华的情况也 我没站错边啊 那么首先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六是个狼呢 就是七也是个狼 六七为什么是狼 因为六七的发言是告诉我们 今天无成本出十一 十一一定是个狼 但是上一把 七号玩家 包括六号玩家都告诉我 我们站边要从两个预言家的发言里面去听 那十跟十二 谁是那个通灵师呢 对吧 那他们的发言不就 跟他们之前的站边逻辑都有背吗 因为十一说 无成本 无压力 出十一 那十跟十二 谁是那个通灵师 谁是那个狼呢 对吧 没有分啊 他们没给啊 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干嘛呢 是扛推发言不好的十一啊 那么你们认为 四号玩家 你想四号玩家 五号玩家 昨天都是认为八是个好人的 说六不好的 六号玩家 昨天那位置打的狼坑是八九十十一啊 六号玩家 打八九十十一的目的 是为了拉你们后制为二三四五的票啊 我本来认为二是个狼的 因为二说要站边十 然后啪一票举到十一了 因为你站边十一定投十二嘛 但是你今天起来 街叉叉跳拼拼那个状态 我觉得你跟十二肯定不认识 那么我们现在来盘嘛 假设啊 十二号玩家是个通灵师 我是个狼 我是他叉叉的狼 十一是他叉叉的狼 十是个狼 那剩下一个狼在哪呢 是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之轮发现说 八十十一 三个狼 把三也猜起来 三八十十一四个狼 三号玩家莫志卫的发言是说 初十一我可以接受的呀 这是他的发言 他是我们狼队莫志卫最后一张牌的 他不打打煽动 他说初十一我是可以接受的呀 怎么爬呢 我原本认为是二六七十二是四个狼 那现在我感觉二号玩家不是 五号玩家 因为十号玩家你在这个位置 给五发了个好人 有没有可能他是个机械呢 如果他不是机械的话 因为我觉得你要把他身份曝出来的 我真的觉得你应该把他身份曝出来的 如果他不是那就只能是一 因为一井上是站边十二的 所以就是一六七十二 一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大哥呢 大哥被同手同就死了呢 如果一是那个大哥 那我认为一六七十二应该就是四个狼 因为一井上是站边的十二 因为你们盘不起十的狼坑 我是个好人 我不会排身份的 因为二在那位置跳的平民 一跳的平民 我这轮是一定不会排身份的 你们就拿刀来试 这轮就是头十二 过了 七号点什么也 归不了八 如果小狼自爆女巫就只能去读六 因为一号是个平民 四号是个平民 如果一号是个平民 四号是被砍平民 有双刀狼的话 输了呀 对吗 你这轮出小狼没意义呀 八号是便票的小狼 出不了八呀 十号也是看跳的小狼 你出十也没用呀 你只能出机械狼啊 双刀狼呗 怎么办呢 三号二号三号怎么站的 怎么这轮还能站十的边 十一号一言说我是双刀狼 学的十二 你们见过有好人出局 说自己是双刀狼的吗 不是十一号底牌一定是狼啊 你们怎么能认一下十一号底牌是好人的 我都不理解 你们认为六七是狼 你们今天就六七里出我恋人 我如果出局我就开枪带六 然后如果小狼自爆的话就独六 如果没有人出今天就出六 那不然赢不了了呀 就输了呀 如果六号是个双刀狼的话 那不然怎么打呢 好像赢不了 如果六号学的是双刀 假如六号学的是双刀 今天出了八 女巫只要独到十 比如说八号自爆女巫独了十 六号开双刀 有守卫在也不一定能赢 而且守卫 他守不到平民的你知道吗 这盘的守卫 他有可能他守不到平民 那一和四是什么 我其实都不理解 但我往最差的情况下 最差的情况去想的话 一号是个第一天奶川的平民的话 四号是个他们刀子的平民 那就剩两张平民了呀 假如机械狼是个双刀狼 有破盾刀 好人是赢不了的 所以这轮不能出小狼了 我想的可能比较 情况想的比较差 所以你们要出十二之前就先出我 我就开箱 不然没得赢 然后 我还有一点跳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这盘好人为什么全能站错边 十号反正是还可以 但是他被十一号拉崩了 怎么还能认十二号是狼呢 我不懂 然后如果六号的底牌 听了我发言吗 我想如果六号是双刀狼 他会怎么发言呢 他要也挑猎人吗 他如果也这样挑身份的话 你如果要赌我的话那也输 所以这盘就变成六七的论词了 好像也不好打 好像也不好打 因为我这颗也是挑猎人 确实有点奇怪 但是没办法了 因为想赢的话 今天轮次得改 我把轮次改了之后你就归票了 因为你还能归票 那怎么办 二三 没办法 我不挑二三 就是我不挑二三就站不回来的 然后 你们想想八号是不是变票的 他是不是刚开始说要出十一 最后投的十二 十二号差点出局 那有盗勾狼 那肯定就是双刀 不是双刀 人家盗勾干嘛 我们这盘是天生亏伦次动不动 因为一号玩家出局了 如果一号是好人的话 对吧 就想想 好把我过 那玩家先发现 所以你们打了狼查狼的板子 还是狼查小狼 因为我是猎人 我的确是猎人 提前赌路了 所以就是 因为昨天十一发现肯定是狼 投十一是无成本的去投 我也没表示十跟十二的战鞭 哇 青少年你太夸张了 你这个 提前硬读 我还要去盘 他到底是小狼装那个还是那个 因为现在狼坑是固定的是七十一十二 他是精水 他不存在那个 因为如果我要盘 青少年还是机械狼 或者十一是机械狼 查查错的 他都是好人 所以你昨天发现也很亏赌 你觉得我是一个狼 打了我三个狼同伴 加一个好人 然后再一票把我对手头了 听你发现当时有点 稍微有点略微 略微有点上头 所以就是 青少年是机械狼 十一是小狼 十二是那个狼 然后二少年肯定是好人 因为二少年如果是 十二夜里见面的小狼同伴的话 二少年不可能在这边拍身份 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们还在这边去对话三 所以三万亚也是好人 队友是不需要对话的 而且三万亚昨天说的是 初十一 但是票投的是 投的是十二 对吧 你的言行是不一致的 所以你如果是他们 夜里见面的同伴的话 你是直接无脑 就按照发言的去投十一就行了 所以上海的狼是一个 比较极限的一七十一十二 我说你为啥要跳这个猎人 打崩了 谁是那个首位 这把首位暴行 真的暴行 给一个自刀网给干出去了 对吧 不然狼哥 就像那个谁是九号人家说的吧 是你说的 两名狼哥怎么都差一个 怎么都差一个 所以一号家必须得出去 试一个狼人牌 一号家不能是一个好人 一号家井上 占兵的也是十二号人家 对吧 一言也是说的说 也是占兵的十 早知道我上完诺 我就直接说占兵十了 但你自己要 你自己要 不说十一 有可能是狼茶狼的 对吧 你自己发现 他虽然也拉低了你 但是我觉得你在那个位置 如果反踩一下十一的话 就不可能有人会犹豫的 就没有人会犹豫的 然后这一轮的话 肯定投是投十二 你不可能让七开出枪的 这个道理能懂吗 现在场上的情况 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先把十二投了 好吧 过了 五号家请发现 哎 我这压力为之非常大呀 这十号玩家 摸了一下 我六号玩家 刚刚有小压力的一下 我 但我真的还是觉得 十二是 我想想 水子姐摊过去 他八确实也是变票了 这是第一个吧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那十一 你们现在都认为 是一张狼走的 对吧 是吧 十一认为 是一张狼走的 宝子哥在那个位置 查杀自己的狼队友 你这轮凑不起狼坑了 因为昨天晚上把四给刀了 然后呢 又不打我五为狼 又想骗我五的票 然后只能硬说 一是一张狼 压力局啊 我想想 我真的想一想 然后七和六 在这里都跳了猎人 都跳了猎人 但你上一轮的发言 你是潜移默化的 你是说想站十二的 对吧 你虽然说是把十一给投了 但你上一轮 那除非你说 你上一轮是站坐边了 因为你这一轮起来 是想站十的 便想出十二的 但你上一轮是因为觉得 十二是预言家 所以你跟着十二 去出了他的茶茶十一号牌 六八十十一 我想想啊 但外哥又说了句话 说没有好人站对边 他站的是十二 我站的也不是十二吗 咱没有好人站对边 哎呦 最后一把了 最后一把了 我想想啊 反正目前为止 我真的还是想相信 就相信自己 算了 六七里面 我想想吧 我想想吧 好吧 我过了 三号再次考验 对不起 请掌请归票 对对对对 请掌归票 六号 各安章请做 特大准备 来 三 二 一 请出票 二号 七号 九号 十二号 投给 五号 他投了什么 二号 二号 五号 七号 九号 十二号 投给六号 五点五票 来 其他玩家我看一眼 三号 六号 八号 十号 投给十二号 六号 你将五点五票出去 请发表一言 发表一言 不太好 发表了呀 玩崩了呀 这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 只能跟我的狼队友们 书记不好意思了 这个票的确是没算到啊 我以为会出很多很多票的 差我一票的确是 的确是我的我的 我是双刀嘛 所以我肯定看风向 就那个没办法 我的我的 这个法怪我 四伙女巫 有女巫吗 四伙女巫 四伙女巫 四伙女巫都没读吗 四伙女巫 四伙女巫没开读 女巫走的 四伙女巫走的 他两个平民走的 确实不够 但是四伙女巫 我第一次选刀了 我可以保住 这怎么能这样做呀 其实你哥没错 你哥没错 我晚上砍刀 他不过人都能出席 你呀 你得躲 我晚上砍刀明 我听说他是猎人的呀 他是猎人想给你带枪 对我是猎人的 好 各位一大门老师 我们即将送出来自七进的 最后一个负贷奖励了 这一次我们为各位准备了 一个1000元的现金红包 大家尽量 谁也可以下载一下下方小手柄 这样弹出的这个卡片 七进这款小游戏 跟大师赛是长期合作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中奖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在未来的 京城大赛上 继续参与我们 七进的福利周奖活动 抓紧时间下载好 之后留存好一个在桌面上 有七进游戏的截图 另一个就是在游戏当中的截图 如果你是稍后 那个唯一中斗币的 星儿宝宝的话 在一分钟之内 把这两个截图 提交到JY大师的后台 就可以换取你的专属奖励了 大家抓紧时间下载 这个活动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 无论你是否有粉丝登牌 你是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间 还是第几次来我们的直播间 抓紧时间下载 只要下载好之后 留存好截图 你中奖了 那这份奖励就专门是你的 抓紧时间下载一下吧 给各位大目老师来复杂团 本游戏通灵师12号 女巫4号 猎人7号 守卫3号 机械狼6号 狼人8号 10号 11号 平民阵营1号 2号 首页 守卫1号 平民 狼选的击杀1号 平民 女巫又要救起1号 人家 乃穿了1号 当夜 通灵师查验11号 人家为狼人牌 机械狼学习了8号狼人 本游戏为双刀狼人 上井环节 12号 通灵师获得警惠 第一天白天 11号 查沙狼人牌被公投出局 入夜 守卫守卫3号 自首狼选的击杀4号 女巫 女巫未行动 女巫亚读出局 当夜通灵师查验8号 人家为查沙牌 第二天白天 6号 双刀狼人被公投出局 狼人选择交牌 游戏数 行人阵营获胜 现在正在 这个附带的那个开箱 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 然后大家一定记得下载一下下方的小手柄 这款游戏还是非常好玩的 这样内存很小 然后下载速度也很快 在里边只要挂机 一段时间就可以升到很多级 如果一天就可以升到100多级 非常畅爽 赶紧体验一下 同时希望大家在观看我们的直播同时 就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卡卡粉丝灯牌 然后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半中 明天是我们本周的京城大赛的表演赛的最后一天 依然是在7点半中 在我们主要带式直播间为各位放送 所以大家在明天晚上7点半的时候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尤其7点半到8点半 如果你看满了一个小时 今天你只要有粉丝灯牌 你就会有我们满额的免费人期票 然后在8点到9点的时候是每天我们打人期票的时间 今天很可惜我们是在第11名的位置没有进入前10 然后超过了12点之后 我们的粉丝灯牌就会变回黄色了 不过我希望明天我们一定能够可以打进我们前10名 然后再次拿到我们的小红牌子 希望明天晚上的8点到9点 我们所有的淡姆老师都能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一起助力一下 至少把免费的人期票送出来 谢谢各位淡姆老师 同时希望大家在观看我们直播同时 可以记住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博金城大师赛 上面有我们所有的官方资讯 包括一周的小金行程安排 我们每天在哪里直播都有什么样的内容 包括每天的初战嘉宾都有谁等等 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博找到答案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互动社区超话金城大赛里面 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直播结束了之后 我们很多的淡姆老师以及我们的嘉宾 都会在我们的超话里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 欢迎大家下载一下我们的冠名赞助商饭狼APP 饭狼视频蓝莎在嘉宾的玩面杀 版型随心配欢乐多一倍 在抖音上面直接搜索饭狼的关键字 就可以下载饭狼APP了 我们很多主播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面 开设所有赛全部都是用饭狼这款软件的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玩蓝莎 不妨在饭狼上面开启你的第一句蓝莎 一起跟我们来玩这个语言交锋逻辑对决的精彩游戏 然后我们的宝宝赛也为我们的淡姆老师开放了席位 大家如果想参与宝宝赛的话 都可以到我们的官博私信报名 同时也可以到我们的各大主播的直播间里面 去咨询一下是否还有推荐席位 我们很期待在宝宝赛的舞台上 看到各位淡姆老师的身影 在明天中午的1点30分 我们的宝宝赛就会在京城大师赛的官方抖音直播间里面 为各位放送了 这周都会有哪些淡姆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我们的京城大师赛的官方直播间 同时也要推荐一下 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樱桃布丁老师的直播间 然后今天我穿的这件衣服 就是在樱桃布丁老师的直播间里去购买的 如果你对于美妆啊 服装搭配等等等等 有什么小的疑惑 都可以到我们樱桃布丁老师的直播间里面 去来打赢解惑 那我们的福袋已经开奖了 恭喜这位中奖的宝宝 记得在1分钟之内 私信我们周爱大师的后台 用两张截图来换取专属赢的奖励 以上就是京城大赛第12季 流星岁月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冠名赞助商饭狼的大力支持 饭狼视频来杀 在家也能玩面杀版心随心配欢乐多一倍 我们明天晚上的7点半 在这位大师的直播间 京城大赛依然等着你 我们不见不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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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